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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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Semi,今天就教大家玩Darwin's Journey 這個遊戲是一隻一至四人的歐式桌遊 故事講述玩家們會作為達爾文的學徒 在加拉帕哥斯群島進行探索 會在島上收集標本去拓展進化論的領域 不如先講一講遊戲的設置 首先介紹主遊戲的圖板設置 圖板會有兩邊,一邊是一至三人,一邊是四人遊戲 這次我們會示範一個四人遊戲 首先我們會洗勻十一塊白色的特殊行動版塊 隨機抽出六角,放在這六個位置 在整個遊戲中,我們都需要把這三個書本的標記 放置在書中間,割開這本書作為兩個行動區域 然後我們會把兩個鏡片標記放置在最上方的兩個特殊版塊 這兩個是一開始玩家已經解鎖的行動 然後我們會隨機把遊戲中四個顏色的標記 印章隨機放置十二個在這四行的卷軸上 每一行都會放三個 然後我們會把所有紫色的印章放置在銀色的碟上 我們會看到有八個起始的目標版塊 分別有四金和四銀 我們會把他們配對成為四對,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我們會把剩下的金色和銀色的目標版塊 然後每一個都會放置兩個出來 玩家一開始就可以取得這些目標 然後我們也會看到遊戲有一個博物館的區域 我們會根據這個順序 把這個遊戲提供的十六個物種版塊 跟著那個洋子 組成一個四成四的正方形 然後我們會把在博物館每一個展列區 在最右邊的位置就會放置一元 所以玩家也要把自己的紫色物 分別放在這個分數的地方 這個行動回合順序的地方 以及在這個進化輪的書本的帳篷 然後我們會把12個獵犬號的目標版塊 隨機抽五個出來放置在這五個位置 每個回合玩家都可以透過做上面的任務 去拿分數 接著就要使用16個樣本的標記 然後就會放置在這個三個島上對應的位置 如果你是玩這個小魚沙四人的遊戲 就有機會有剩下的標本的版塊 剩下的那些就拿回正方形的物種版塊 放在這個博物館的位置 代表這些物種一開始已經被發現了 就不需要玩家再去發掘 最後玩家會把自己一個探索者放在第一個島上 以及把自己的船放在起似的位置 也把達二文的船就是獵犬號 放在第一格起似的位置 以上就是這個主遊戲版塊的設置 現在我們看看玩家的設置 現在就來介紹一下這個玩家個人圖擺設置 首先每個玩家就會拿兩個探索者 五個工人 六個個人鏡片的標記 還有這個十二塊的遊票 我們就會把四個工人放在起似的四個工人放置的位置 第五個工人就會暫時鎖在這個位置 當你完成這個金色的任務板 而且放一塊板塊下去的時候 你才會解鎖到這個第五個工人 然後就會把五個帳篷放在分別的五個位置 當你建這個帳篷的時候 你就可以獲得右邊的獎勵 你也會把十二塊自己的遊票 分成三個 即是每個會有四個 放置在這三個位置 當你拿走上面的遊票的時候 就可以拿到右邊的行動作為獎勵 然後每個玩家起似就會拿四元 以及拿一個臨急抱佛腳的標記 現在就介紹下整體玩家的設置 首先就要介紹這個旋軟卡 旋軟卡你可以將它一開始右上角的顏色的標章 放在起似的一隻工人上面 如果你有一隻工人可以滿足到這張旋軟卡上面要求的條件 比如說最左邊這張就需要三個綠色和一個黃一個紅 如果你達成的話 你也可以觸發到這張卡的獎勵 然後這個遊戲一開始 每個玩家首先會把卡清潔 然後每人分配四張旋軟卡 玩家每次會選好 然後會選一張 放在面朝下放在自己上 然後就會傳給你右邊的玩家 重複再輪抽一次 直到每個玩家有三張卡的時候 他們就會把自己的卡打開 然後就可以分配這個右上角的圖章給自己的一個工人 留意分配的時候 只可以每個工人分配一個 你就不能有一個工人可以多拿一個圖章 最後就是這個玩家都會輪抽最後起似的目標版塊 剛才說過我們就會把金色和銀色的目標版塊 分成四對 就會由最後回合進去的玩家開始 他就可以優先選一對的目標版塊 放在自己的區域上 你一開始就會有這些任務版塊 好 開始介紹遊戲的流程之前 我們首先要介紹很多核心概念 這個遊戲 首先就是每個玩家 會進行一個工人放置式的行動 每次他選擇了一個行動的時候 就會把工人放在不同形狀的放大鏡上 進行一個行動的時候 就可以立即執行那個行動 如果他在回合裡拿到一些資源的話 是可以用來支付他那個後續行動所需要的花費 還有在任何的行動或者獎勵階段的時點 他只要滿足到剛才說過的一些目標版塊的條件 或者剛才說過的算緣卡的條件 都可以立即獲得那張卡的獎勵 玩家如果在選擇的行動上面 是印有這個錢和這個紅色數字的時候 然後就代表他必須去支付金額才可以做到那個行動 好 主遊戲版圖上面也會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行動格 分別就是位於這個版圖上的日記 以及一些其他的位置 例如博物館區 或者是去取取任務的區域 而且可以看到上面也會有不同形狀的放大鏡標記 就代表根據你放置在什麼位置 就有機會需要支付額外的金錢才可以做到那個行動 現在就來介紹一下 首先這個遊戲版圖上面有三種不同類型的行動格 分別就是這個日記類型的行動格 你會看到我們這裡總共有四本的日記 連同這個位置 另外還有博物館的區域 以及這個拿目標版塊的區域 首先介紹一下日記的行動格 這裡總共會有四本的日記 而每本日記上面會有一至兩種行動格 在整個遊戲裡 我們會用一些紅色的線標記分隔一本日記 代表這裡會分開成為兩個獨立的行動格 如果沒有這條紅色線的話 這個整本日記就會成為一個行動格 在這一類型的行動格上放置第一個功能的時候 就沒有需要任何的花費 但是如果上面已經有其他工人 包括玩家自己顏色的工人的時候 你再放一個工人下去就需要付額外的費用 在四人遊戲裡就要付額外支付兩元 遊戲中還有三種不同形狀的方格 放大鏡可以放到工人的 第一種就是這種大型的圓形的放大鏡 就是在這個日記上面 如果不是第一個在這個行動格上放工人的玩家 就必須要支付剛才說的一個額外費用 接下來介紹就是第二種 這種小型的圓形行動的方格 這種就只可以放置一個工人 而你會看到遊戲一開始也有一些是未解鎖的 你需要解鎖了才可以放置工人下去 除此之外每次當有玩家放置工人 在一些有顏色的小型的圓形方格上 那個顏色的玩家就可以獲得一元 但是如果玩家放在自己顏色的鏡片上 就不會獲得一元 最後就是這個大的正方形的放大鏡 這一種就是可以放置任意數量的工人 而且就算這個格上有多少工人都好 都無需要支付一個額外的費用 好那現在就來介紹一下遊戲 另外一個很核心的概念 就是這個印章的條件 這個可以了解為 你的工人會需要讀某一些課程 才可以去做某一個行動 有很多行動都需要特定顏色的印章 比如這個需要紅色 這個需要黃色 去到後期的時候 玩家解鎖一些更加強力的行動 就需要有複數同樣顏色的印章 在同一個工人上 才可以達成條件去做那個行動 剛才介紹過 玩家個人圖版上 總共有五個位置可以放工人 第五個需要透過做一個金色的目標 才可以去解鎖 遊戲一開始 每個玩家都會有四個顏色印章的工人 他們也可以在玩家的遊戲過程中 會連續強化自己的工人 讓他可以做到更加強的行動 每個工人最多可以擁有六個印章 為之 其中一個工人會有一個紫色的印章 這個代表作為一個白搭顏色的印章 去使用 但是這個工人永遠都不可以再強化自己的印章 不可以去做一些更加高級的行動 遊戲一開始 每個玩家都會擁有一個臨急抱佛腳的標記 這個可以當成一個暫時性的知識標記使用 可以即時用它 就可以幫一個工人 立即加一個你想要的顏色印章 令到他可以滿足到你行動所需要的條件 當一個工人擁有第四個印章的時候 他就會獲得銀色卓越的徽章 去到第六個的時候就會獲得金色的卓越徽章 有什麼用呢 就是每一個日記的行動格上面 都會分別印有一個銀色和金色的獎勵 當一個工人放置在一個行動格上面的時候 如果他擁有一個銀色的卓越標記 他就可以獲得這個銀色的獎勵 如是者如果他擁有金色的卓越標記的話 也可以同時發動這個金色的獎勵 遊戲會總共進行五輪 每輪就會分別進行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做行動 玩家就會派出自己的工人去不同的行動格 就會執行行動 也可以派出工人去爭取新的回合順序 然後第二個階段就是當所有玩家放置所有工人之後 就會調整新的回合順序 然後就會去到獎勵階段 如果能滿足到這個遊戲的目標版塊條件 船員卡或者是爭取到信封 或者在這裡的地方獲得分數的話 也可以獲得相應的獎勵 然後我們就會進入第四個階段 就會整理當個回合 然後就會為下一輪的遊戲準備 或者是準備計算這個結尾遊戲的分數 好 現在就介紹一下這個行動階段 玩家就會根據自己個人的指示物 就會根據上面的順序依序準行行動 由起始玩家開始 輪到每一個玩家的時候 他就必須要擺放一個工人 直到所有玩家擺放所有工人之後 行動階段就會結束 好 那你放工人的時候 就必須要放在這個主遊戲版圖上面 任何一個可以放置到工人的行動格上面 如果你沒有工人可以放 你就必須要跳PASS 那就沒得再進行任何行動 遊戲裡面總共有四種行動 第一種就會在一些在版圖上可以移動的行動 也有所謂的白色的特殊行動 船員卡的行動 以及這個目標板塊的行動 第一種要介紹就是航行 首先你就可以根據圖標上面的指示 然後在這個海洋的軌道上 走自己的船隻 那麼多步的距離 好 假設你的船隻 停在這個物種板塊上面 你就會獲得一個物種 那麼就可以放一個指示物 在你自己個人的版圖上 放置在對應的物種上面 如果這個船隻停在這個營地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放置一個營地 在這個格子上面 就可以獲得它上面的獎勵 除此之外 你如果移動到過了這個銀色的圖標的時候 你就可以放置自己一隻 新的一隻探索者 到這個版圖上面 就會放在這個起始的位置上 遊戲總共有三個島嶼 所以你的船走得越遠 你就可以越先探索一個新的島嶼 接下來要介紹就是這個河會的行動 玩家使用這個行動的時候 就可以在這個主版圖的 右上角的四個卷軸上面 購買圖章 放置在他們的工人上面 去強化他們的工人 留意一下 捲軸總共有四行 每一行上面 會放了三個圖章 總共有十五個 如果你想在第二 第三 或者第四行上面 購買圖章的時候 你就需要支付額外的金錢 才可以購買到的 接著就要介紹 就是這個探索的行動 就是這個綠色的行動 當你進行這個行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移動自己的探索者 那個數量的補數 那你就可以 假設停在哪一格 就可以獲得對應的獎勵 剛才也介紹過了 分別有這個 拿這個物種 或者可以去摘營 或者是可以 停在一些其他的圖表上面 獲得上面的一個獎勵 每次當你移動的時候 如果有其他玩家的探索者的話 你會跳過那一格 而不會消耗你的行動的點數 好 接下來就是介紹這個綠色的獎勵 這個就是可以推進你自己的 書本的進化論的發展軌道 根據上面的指示距離 就可以移動自己的指示文 那麼多個部數 根據你走到多遠 就可以獲得不同數量的書本 而這些圖表 就會在你最終結分的時候 就會有作用 好 接著就是介紹這個通訊的行動 就是這個黃色的行動 當你進行這個行動的時候 根據上面的數字 就可以在你個人的圖板上 拔走這麼多個郵票 然後就可以放置在 這個中間的信封任意的一個角度 而這些郵票放置上去之後 就會在獎勵階段 可以令你有機會獲得一些獎勵 好 接下來就是介紹這個博物館上面的 兩款行動 第一種就是可以寄送一個標本 就展示在博物館上 玩家首先需要有研究到 之前在這個不同島上 有發掘到一個新的物種 才可以做這個行動 當你做這個行動的時候 你就可以拔走你自己個人的標記 然後就在對應的四乘四 拿回一個相應的物種 放置在博物館的展示區 這個時候如果你是第一個在這一行 放置一個物種 展示一個物種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獲得這一元 假設你是最後一個放置在這個行動的玩家 你就會因應拿回一個書本 即是可以推進你自己的演化率 接著就是當你放置了一個新的物種的時候 你就會獲得另外的獎勵 第一個獎勵就可以獲得金錢 看回它那行的值和橫 每一個未被展示的物種就會獲得一元 而每一個已經放了物種的格子 就會令你獲得一個書本 所以這個情況下 這個玩家放置這個黃色的物種的時候 就會獲得四元 以及獲得兩個書本 換家也可以同時間 再做第二次的一個展示行動 就需要付三元 但留意你是可以利用你第一次 寄送樣本的金錢去支付下一次的行動 第二個行動就是在這裡做一個 研究標本的行動 就是可以在這個博物館的展示區 已經展示了物種選一個 放置一個研究標誌 在對應的位置 也可以再進行研究第二次 但就需要支付三元 好 最後要介紹的兩種行動 就是獲得目標版法的行動 就是當你放置在上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兩元 以及可以任意選擇這個目標版法 放置在自己的公營區裡 每個玩家在任何時候 就只可以獲有兩個空位 放置這個目標版法 如果你繼續再拿一個新的目標版法 而你有未完成它的話 你就必須立刻把它放在你想選擇的位置上 他們就會固定在那個格子裡 之後你完成了目標版法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反轉 然後就即時獲得左邊的獎勵 最後就要介紹這個調整行動順序的行動 就是在進行這個行動的時候 玩家就會獲得兩元 還有可以將自己的探索者 放置在最左邊的空間裡 然後如果有其他玩家都選擇了這個行動 他們就會將他們的探索者 放在下一個最左邊的空間裡 然後遊戲下一個回合 就會以這個新的順序去進行這個行動階段 接下來就是詳細介紹這個目標版法 和這個船員卡的行動 在這個完成了這個船員卡上面的一個條件 或者是完成到這個任務板塊上面的條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即時把它反轉 然後放置在一個對應的位置 銀色的板塊只可以放置在上面五個格子裡 金色就只可以放置在下面的五個格子裡 當你放置下去的時候 有機會需要支付金錢 而放置下去之後就會獲得它的獎勵 譬如這一格就會讓你解鎖第五個工人物 最後就介紹這個船員卡 假設當你玩家有一個工人 在達成到船員卡上面的條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即時拿到它上面的獎勵 然後就把它反轉 接下來就是在行動完結之後 就會進行調整行動順序的階段 就會根據如果剛才有玩家 進行了一個調整行動的行動格的時候 就會調整順序的 下一個會合就會根據新的順序去進行這個行動階段 接下來就是介紹這個領取獎勵的階段 總共有兩個獎勵可以領取的 第一個就是這個通訊區域信封的獎勵 第二個就是可以獲得這個船隻 這個穆金國會合的獵犬號目標的獎勵 首先就介紹這個通訊的獎勵 就是在每一個信封裡面 放置最多郵票的玩家就會獲得第一名的獎勵 而放置最多第二名的玩家就會獲得第二名的獎勵 如果有幾位玩家的郵票數量都是相同的時候 就會依照這個行動的順序 就會執行這個獎勵 完了之後獲得獎勵的玩家 就必須移除自己一半的郵票放置在這個區域裡 接下來就是介紹獵犬號的目標獎勵 依據獵犬號在海洋上面的位置 就決定當個回合 究竟玩家需要完成什麼目標 以及用什麼方法去計分 完成目標的玩家就會獲得 每完成一次就會獲得對應的分數作為獎勵 但是如果你是成功完成了目標 但是你是落後於獵犬號的話 你就會根據中間隔開了的減分數的標誌 所以就減回對應的分數 接著就會進入第四個階段 就是為下一輪遊戲進行這個準備 如果遊戲已經進行了第五輪 就會直接進入這個Endgame的計分 首先我們就會把這個小獵犬號 移動到下一個回合的位置 所有玩家都會拿回自己的工人 放回自己個人圖版上面 然後我們就會移除整體的目標版塊 然後就會放回新的目標版塊出來 為下一個回合做準備 然後我們就會移除所有最上方的圖章 然後把整體的就移到上面 然後在最底下放回新的圖章 好那當進行了五輪遊戲之後 就會計算玩家的個人圖版上面的分數 還有他們在進發軌上面 就會計算最終的遊戲得分 首先講了個人圖版的計分 首先就會加上所有每個 完成了目標的版塊上面的分數 就是這個書本的圖案 然後每個獲得五個圖章的工人 就會獲得三分 每個如果獲得六個圖章的工人 就會說我會獲得七分 然後如果有玩家可以成功 起了五個營地的話 就會獲得五分 好那最後就會介紹一下 這個進化論的計分 首先底分就會由二開始計算 但是在這個博物館 每完成了一行的時候 他們就會將底分加一 即是說這個情況下 就會變成二加一 即是三分做底分 而這個底分三 就會成為玩家擁有的書本的數量 現在就是三乘三 即是玩家最終會獲得九分 好那遊戲最終會由 最多這個分數的玩家獲勝 在平手的時候 他們就會計算 誰獲得更多的書本的圖案 就會打贏 那如果再是這樣 都是平手的話 就會計算誰有 玩家又剩下最多的金錢 如果這樣也沒有辦法分出勝負 就會由玩家共享勝利 以上就是Darwin's Journey 這個基礎遊戲的玩法 希望大家喜歡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 一起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